上一集我们就讲到太白金星想出了天妃娘娘的人选 究竟太白金星选中的这位天妃娘娘是谁呢? 我们这集就要讲到凡奸了 神话故事妈祖 第三章 观音宋子 林渊连续生了五个女儿 特别是当她的妻女六岁之后 这位早已步入中年的男人 开始有了再生一个儿子的愿望 当林渊的大女与儿女出嫁之后 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在这年夏天 林渊与她的儿子林洪毅一起出海捕鱼回来 林渊的妻子王氏好像以往一样 左手拉着第四个女儿 右手拉着第五个女儿 站在家门口迎接她们 林渊的儿子林洪毅 担着一口鱼走在前面 林渊托着一条长长的木鱼走在最后 几个妹妹也跟着哥哥走进来了 只有林渊的妻子王氏仍然站在门外等候丈夫 林渊一边走 一边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妻子王氏 当她来到妻子身边的时候 干脆将木鱼放在地上 用一种惊奇的眼神认真地审视起来 老爷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呢 林渊的妻子王氏仍然习惯用老爷来称呼自己的丈夫 是我的头梭得不好 或是衣服穿得不合呢 林渊的妻子王氏 在讲头发的时候 就习惯地伸手摸摸自己的头发 讲到衣服的时候 又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裙 林渊似乎并不在意妻子王氏的称呼 也没有在意妻子的问话 仍然旁若无人地审视着 是子还是女 林渊突然问了一句 王氏莫名奇妙地问 你在说什么呀老爷 林渊步步紧逼 你心知肚明还用我说 林渊的妻子故意拆开话题 就说了 你的子女 不就通通都在家 何必明知顾问呢 林渊一本正经地说 几多个月了 快点说 你瞞得到人家 还瞞得到我吗 想当年 王后有喜 还是我先看出苗头呢 快点回去洗澡吃饭 有什么事 吃完饭再说不行吗 又不是说带兵打仗 看你急成这样 林渊的妻子一边说 一边装出准备去托那只大木脑的样子 林渊用左手臂挡开了妻子王氏 用右手将木脑的另一端托在肩膊上 一边走入家 一边很不情愿地说 好了好了好了 听夫人的 吃完饭再说 晚饭之后 林渊的儿子、女儿 有些在院子里面洗澡 有些在家里洗澡 林渊和妻子王氏 已经在后院的石台前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一边聊天 林渊的妻子王氏 曼条斯里 轻声细雨地对丈夫说 去年初春的那天 具体是哪一天呢 我就不记得了 反正是正月二十以后 二月初一之前的那天晚上 因为林渊准备 第二天要很早起床出海 所以那一晚 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小孩子也睡觉了 林渊的妻子王氏 为了给丈夫和儿子 准备在船上吃的干粮 所以要迟些才睡 她向来都相信观音 并且在祖宗牌位的一侧 供了个观音菩萨 每日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观音菩萨上香 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 亦都是向观音菩萨上香 起那晚 林渊的妻子王氏 准备好干粮之后 洗素完笔 点着了三处香 捧在手里面 向观音菩萨作了三个一 心里面默默念着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至于请菩萨保佑什么呢 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亦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林渊的妻子王氏 已经将祈求观音菩萨具体保佑 某件事情 改为笼统又含糊的菩萨保佑 这个既能表明 林渊的妻子王氏 敬仰观音的 虔诚之心无改变 又能表明王氏 早已经习惯了 从都秦检夫人的 高贵地位 到普通如妇的清淡生活 更加只能表明 她对现在的生活 已经是感到 心满意足 别无所求 每天两次的敬观音 与她所说的 祈求保佑林氏家族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如说是感谢观音菩萨 已经给了林氏家族 一个十分辉煌的过去 和一个很不错的现在 在那晚 林渊的妻子王氏 好像以往一样 扣头装香之后 就转过身 准备回房睡觉 这么多年来 从未发生过什么意外的事 但是这一日 她刚刚转过身去 就真真切切地听到 有个女人的声音 叫了一句 林夫人请留保 王氏一惊 心里想 今晚了 谁在这里叫我呢? 再说自从十年前 丈夫引退之后 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称她为夫人 王氏本能地转过身 到处看了看 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是刚才听得很清楚 那个哭声 不单只是来自室内 而且分明是在自己的后面叫的 家的门已经锁好了 在这个家 只有她是唯一的女人 刚才叫她的这把声 是从哪里来的呢? 难道是神鬼显灵? 王氏将油灯 放在神位前的基案上 大胆地问了她 你是人是鬼 为什么你躲起来 不出来说话呢? 不是我不愿意站出来 而是担心你见到木头菩萨会说话 吓你 为人不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敲门 我用不怕? 经过这一问一答 王氏发现 那把声 好像是从观音菩萨那里发出来的 王氏普通一声 跪在地上 一边叩头一边说 如果真是观音菩萨显灵 王氏这箱又来了 她这头话音刚刚落 那尊木头菩萨果然好像真人一样 从神位上走了下来 刚刚开始 像个小木偶 一旦接触地面 立即就变得好像真人一样 观音菩萨一现出真身之后 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特地 为你送花来的 同时随手从郑萨当中 抽出了一朵很漂亮的红花 递给了王氏 王氏接过红花之后 自言自语地说 花 我是想要个儿子 为什么会是朵花呢? 观音菩萨见王氏 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就反问她了 如果大人是树 小孩子 难道不是一朵花吗? 人们虽然经常将女人给作花 不过花与女孩子 还是不一样的 那你快点吃了它吧 我包你生一个清心如意的小孩子 这个花还能吃?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王氏半信半疑地咬了一口 果然又甜又香又脆 于是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原来这个幽勃花是糖做的 王氏见无人回答 抬起头来 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面前 什么人都没有 再望下周围 同样都找不到观音梁梁梁 当她再次将目光投向神位的时候 发现那尊 跟随她几十年的木质观音像 依然好像以往那样 端坐在莲花台上 难道是犯猛? 王氏自言自语地说 这种猜疑 很快就被她自己否定了 因为她不单发现自己组里面仍然留有残余的甜味 而且手上还有一股奇异的香味 更重要的是 刚才点着的三柱香还未消完 油灯依然在桌上放着 王氏不知道是真是假 更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所以一直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那次之后 王氏就怀孕了 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多月了 林渊还是第一次发现 如果不是已经进入夏季 如果王氏当时不是迎风而立 或者保密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王氏的故事讲完 林渊就认为 这个是大吉大利的好笑头 就不失时机地向妻子道起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王氏说 你的意思是那天晚上肯定是观音娘娘显灵 我坏的这个一定是儿子 林渊摆了摆头 就说 有道事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你我 在那段时间 已经没有再去想生儿子的事了 也就不可能犯梦 林渊不单肯定妻子王氏所见到的情景是观音显灵 而且认为观音显灵的目的在于宋子 他就说 既然不是梦 又亲眼看见观音从神位上走下来 并且亲口跟你说是专门来给你送花的 这个只能是菩萨显灵 虽然林渊一次都没见过观音宋子的事 但自古以来观音菩萨宋子之说早已是虎佑皆知 这方面的有关故事 他也不止一次听说过 王氏故意挑刺地反问 就算你的看法是对的 你怎样肯定观音娘娘这次送给我们的肯定是个儿子呢 只要肯定是观音显灵 其他的事就不用说明了 我们已经有五个女儿了 如果再送个女儿来 岂不是多此一举 只有送个儿子给我们 才是雪中送炭 林渊和王氏越讲越投机 越讲越高兴 越讲越兴奋 一直聊到午夜时分才回去睡觉 回到屋里面 他们睡在床上 仍然睡不着 只好沿着同样的话题继续聊 直到差不多天亮了 才慢慢进入梦乡 这晚他们虽然没休息好 却因为即将拥有自己的儿子 而感到精神振奋 他们非常耐心地等待了四个多月 终于迎来了十月怀胎期满的日子了 奇怪的是 当为人父母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儿子出生的时候 这位期盼已久的儿子 却迟迟不愿意出生 林渊的妻子王氏 建议产期已经过了半个多月 仍然没有任何要临盘的迹象 就对丈夫说了 可能是割月了 所谓割月 就是被预计的产期延迟一个月左右 林渊明知妻子王氏 接年生了五个女儿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割月的现象 但听了王氏的话之后 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王氏是在五代十国后周世中显得六年 959年怀孕的 在正常情况之下 他们的女儿应该是在显得六年冬月出生 如果好像王氏所说的割月的话 他们的女儿就应该在当年的纳月出生了 但是纳月过远了 林渊的女儿不但没有出生 第二年的正月过远了 二月也过远了 他们的女儿还没出生 哎 王氏怀胎十一个月还未生得 使得林渊感到奇怪 怀孕十二个月还未生 令到林渊感到吃惊 怀胎十三个月还未生 这个更加令到林渊感到非常震惊 无独有偶 在言良说 是林渊的妻子因怀胎而割月 在神州大地 则因为赵康人发动陈桥兵变而隔年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